今天的OOTD 除了頭髮之外 沒啥特別的 我們出發去環球影餐囉 阿薩 OKOK 我本來想用電棒燙一個就是那種 這樣的瀏海 結果呢 非常的失敗 而且來不及了 然後下面燙的整成都掉 今天走一個 其妝衣服風 高調風之類 我們現在要 前去環球影餐排隊 現在是 早上的7點 拜 然後我們也吃早餐 因為來不及吃 直接去就好了 昨天 有裝 特別的 好 因為很特別的 好 我們等一下 車站或者環球影餐見 咚 我們在 我們在走了啦 現在環球影餐囉 我看到小草兵的爆米花痛呢 我好想賣 如果現在買的話就要備了 現在在等其他人到 然後就可以吃完了 但我覺得今天拍攝的畫面應該會很少 因為就是負責 人超多的 但今天提早 我錄 只殺 超多的 航海王的劇場版 真人劇場版能表 然後我現在在拍買爆米花痛 又怕賣完 吃得好天氣 樂事喔 我這次要買另外一個造型的爆米花痛 開心 還想買Buffy Buffy在後面 這個獨角獸 Unicorn 等一下要趁去玩飛天翼龍 要排一個小時 這麼快速通關 沒有 就是沒有沉到飛天翼龍 不錯 完全全是一個很歡樂氣勢的地方 一進來就感覺非常開心 Buffy在後面 不知道你們拍不拍得到 Buffy Buffy的家 超大隻的耶 我拍拍給你看 這超大隻的Buffy 看到了嗎 這好可愛喔 好期待晚上的真人版的攤牌 可是它不能拍攝 所以 看完都在跟你們講經典 而且今天 還要在排哈利波特 還好有買快速通關 可是 還是要排很久 也沒有到很久 只是 還是要排個十分鐘 五分鐘 就是人很多 現在人算比較沒有那麼多 可是大家好像都有買快速通關 我如果忘記來的話 我還是建議買快速通關 不然就是排到 熱飯店 而且記得一定要帶傘 因為這邊都沒有遮蔽 看一下哈利波特的城堡 剛剛下雨了 所以呢 相機又收起來 只能用手記錄 因為我相機已經收起來了 真的怕就是雨滴到 他現在是 現在還有雨滴 我就不想撐彈 等一下見 現在要在買晚餐菜 已經 已經十一點了 他們還不滿地吃 吃晚餐 然後我今天一整天在環球吃 其實沒什麼吃 然後我們就來買了 漢堡 這家店 然後這要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吃 反正 是什麼 我買了一個很冷 就是三層的 然後等下回去可以開箱吃 然後我就把他掉一些 監獄也已經開了 不錯 然後我就換了 就是寬鬆的衣服鬼出來 然後換了藥妝店 然後在藥妝店買一些東西 但是就是 之後回去再一起開箱 因為在台灣沒辦法 就是在日本沒辦法拆開來 我買的是 絕品三層起司 感覺好棒 但是我覺得那也蠻好吃的 可以拍給大家看 像上有menu可以找一個看 碎邊邊的一個 為什麼不對勁呢 然後我來曬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去 再開箱看 拜拜 拜拜 想要到飯店了 然後我發現我第一天的時候 忘記room tour 所以呢 現在呢 就要來補個room tour 所以這邊是大門 一進來的時候呢 旁邊就有一個鏡子 連身鏡 就是我這兩天拍那個什麼 OOTD的地方 這個光也夠錯 然後呢 再來是衣櫃 因為裡面現在亮著就是 內衣褲 所以就不打開 反正是衣櫃跟保險箱 然後廁所的話就是很普通 就是 一樣是就是免治 免治馬桶跟浴缸 OK 然後就是洗手台 跟大禁止 Alright 然後再往裡面走的話就是床 因為我剛剛買東西跟我換衣服 所以就很亂 床 然後 然後 電視一樣 下面有冰箱什麼 就是 基本配備都有 然後最棒的是這邊有這個化妝的鏡子 我今天早上就是 凌亂的化妝 沒錯 還有綁頭髮 電捲棒什麼的 小隻的電捲棒 然後 還有一個椅子 最棒的是 就是這邊的地理位置很優越 就是走過去不到五分鐘 過一個紅綠燈吧 就是一個那個人行道 就是到幸災橋可以逛街 對 然後景色其實 還蠻不錯的 還算夜景 因為我們度18樓也算是蠻高的 它的飯店的一樓 就是有 呃 賣精品店 就是什麼 古代巴 然後 可能一些金牌 精品什麼 Sigma 手錶什麼 它底下本身是有可以逛的 就是精品店 然後附近真的都會有什麼 LV啊 MiuMiu啊 Kuji啊 然後還有什麼 Chanel Rimowa 那些 就是都在這附近 有點像信義區的那種 精品街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要來吃我的漢堡了 我現在瞧了一個位子 然後來吃漢堡 先喝一下飲料 可不可以 可是我今天一整天在環球影城 就是腳超級 不過還行啦 我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玩了很多樣 就是我玩最多跟玩最晚 然後也是買最多一次 然後我點的飲料是烏龍茶 可是它喝起來 可是有一個薄荷的味道 我覺得蠻怪 它的烏龍茶有點那種薄荷的味 後面會兩隻 來吃 薯條 這薯條也太多了吧 這是 這是大薯吧 這 這薯條好像 炸多耶 那是大薯 好療癒 今天一整天 我幾乎就只吃這一菜 你到環球你可能都只有賣飲料 沒什麼吃 太熱了沒胃口 通常我都會把薯條突然在吃漢堡 因為薯條很多就不好吃了 好 有啊 慢慢吃薯條 然後來看我的 那個 那個新的 IU演的新的那個韓劇叫什麼 德 德魯納酒店嗎 應該是 好我查一下 查一下那個 我覺得這部很好看 不知道我覺得 我覺得 就我之前在網上看的時候 就蠻多人 就會說什麼 IU演技很差 但我覺得不會啊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是他演得蠻 零零盡致 對 德魯納酒店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 然後應該就是 也是採買行程 就沒了 他套餐裡面 除了薯條 都好像還有雞塊 我剛剛發現 很像 很像雞塊的東西 可是長這樣 不知道什麼 吃吃看 嗯 雞塊 他們的套餐是 油薯條 雞塊 然後漢堡跟飲料 這樣 他這個 有點像 雞柳條 很像雞柳條 那種感覺 調味過 醃過的那種雞柳條 蠻鹹的 如果你喜歡這種口味 你應該喜歡這個 如果你喜歡吃清淡 你就 不會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調味還蠻重的 我們現在開箱漢堡好了 三層牛肉 三層起司的漢堡 噢 直接沾到 三層 三層牛肉 三層起司的漢堡 Oh my god 感覺好油喔 他那個紙袋都油掉 Oh my god 長得更突然 他變這種三層耶 Oh my god 他面貌好軟 真的面貌感覺是我喜歡的 嗯 好香喔 我先咬一口 看看 我本來都燉薯條吃了 算了 就先咬一口唄 把手都弄得油油的 你看那個肉 它那個肉 一咬下去是有噴汁的那種 然後它的肉很厚很 Juicy完全不會乾耶 然後其實味道很重 還蠻油的 它牛肉 就是那個漢堡的肉的那個 調味的那個很明顯 之外就是黑胡椒 調味很重 但我覺得很好吃耶 意外有恰到我 我以為這是很一般的漢堡 但是 它其實蠻多汁的耶 你看 應該很厚 每一片都很厚 不是薄薄的一片 意外的好吃 好吃 好了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 期待明天 明天應該就是逛街行程 我在想明天會不會拍 可能就是會拍一個 就是例如說我 去登記憶的畫面 因為我上飛機的時候 不是跟你們說 沒有帶記憶卡 所以沒有拍 就是補一個灰塵的畫面 對 那我在想 如果明天有逛到什麼 很酷的地方的話 我會再跟你們說 然後一樣這是我的 就是行程 我都會做一些整理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好 那我就要去看我的韓劇 配上我的晚餐 掰掰